大哥 一般在吃東西的時候 那個不是會胖的嗎 會啊 如果是去試啊 有去頭 水的顏色是綠色的 還有水澡 它就會行光合作用 白天你就不用打氣了 所以你裡面有什麼東西 有蝦子啊 蝦子 是小龍蝦 小龍蝦 龍蝦 它是養龍蝦 對 養龍蝦嘛 小龍蝦 小龍蝦現在聽說越來越少對不對 對啊 為什麼 一開始我們在養的時候 有人在賣嘛 不過因為養的人太少 很快就斷貨了 變成餐廳人家就不要用啊 可是以前不是很多人在養 很多人在養那時候 都是做蝦苗出口到中國啊 現在可以抓給我看 有多大門 很好奇 龍蝦欸 對啊 大龍蝦 那現在是熬蝦了 你是用蝦龍喔 用蛤龍抓就可以了 這就是蛇龍嘛 抓螃蟹也是用這個 抓魚而已啊 有了 欸 這是龍蝦喔 熬蝦啊 對 對 有不少呢 熬蝦 啊你有分大小隻嗎 要分 要分喔 啊他吃什麼 吃四六喔 吃四六喔 雜質性的什麼都可以喔 就裡面池子裡有什麼吃什麼 對啊 他吃昏還吃素啊 都吃 就跟人一樣 不如 有藍有咖啡色耶 為什麼有些有藍色 藍色是什麼 它本來就有很多種藍色 這個好漂亮 而且它有帶粉紅色耶 什麼 它那個邊邊都粉紅色啊 這會不會很容易死啊 不會啦 其實養蝦子沒什麼訣竅 真的嗎 飼料養少一點它就不會死 飼料 為什麼 給你少一點它就不會死 對啊 就讓牠餓啊 讓牠餓它就不會死 對啊 飽了會死喔 因為飼料放在水池裡面 你也看不到它吃完了沒有 喔 而且你如果沒吃完 嗯 發酵什麼 它就會吃就髒掉了 對 髒掉 這樣子就容易死了 它這種豪蝦是哪裡來的啊 是澳洲的 澳洲的喔 這個跟大陸那個小龍蝦一樣嗎 不一樣 大陸那個都 還沒煮就紅色的 對啊 再來就挑看今天 客戶要什麼尺寸 要分大小 今天有人跟你訂嗎 有啊 今天是要大大小的 都有 都一樣 都一樣那你幹嘛挑 你絕對給牠就好 有些太小 像這個都太小 這是小baby是不是 小的就小baby 這個大概兩個月大吧 好可愛喔 大咧 大可以大到很簡單 大啊 你這樣吃牠會不會頭昏啊 不會 這個很強酸 現在在空中翻轉這樣 這個在讀大隻是最好吃的嗎 其實這大小肉子吃起來都一樣 是喔 這當然選大的啊 對 但你想賣小的對不對 當然是做生意 要賣小的比較會賺錢 為什麼 因為飼料不用給我 不是不是 賣小的是時間短 三個月就有了 就不用等牠長大了 你如果要那麼大 要養一年多 你還不來啊 能到那麼大 都是沒有被吃掉的 那脫殼就會很容易被吃掉 被誰吃掉 牠們自己互相吃 牠們也會自己互相吃喔 對 你這一匙裡面有幾隻 這牠會一直繁殖 像現在這個季節在繁殖 如果可能 可能好幾萬隻啊 你就一直抓出去 牠還是會一直繁殖出來 這麼好養喔 對啊 也不用賠育苗什麼那些 都不用 都不用 而且 也不怕停電了 因為牠自己 有繁殖有太陽就好了嘛 裡面有光合作就好 是這個 這種蝦 需要的養氣比較沒那麼多 你當時怎麼選擇養這個 最主要是我爸爸先養的 牠就覺得養這個不錯 就安全 就不用擔心停電的問題 這個價錢好不好 就跟泰國蝦差不多這樣 哪一個養的 花錢成本比較高 泰國蝦成本會比較高 就養這個就好了 對啊 牠又會自己生 又不用顧 要顧啦 就不用顧 你講得好像講得沒事 你那也是有事 你在忙好不好 其實不用顧也是真的 你太認真顧牠反而養不好 你就兩三天來餵一下飼料 有其他的時間你就去玩 要抓的時候就放個碗子這樣 去玩你去哪裡玩 看你想去哪裡玩都可以 我錄這個節目錄四年耶 第一次聽到有這麼輕鬆 不負責任之類 你知道嗎 這個太負責任養不起來了 真的真的 不是喔 我覺得 這個 今天我們錄完之後 應該很多人會決定養這個 對啊 家裡魚缸感覺也可以養 我確定如果說 你今天有一個池子的話 不然養魚的話 你明天就改成這個 對 因為太輕鬆了 還有時間旅遊 還有時候想完就去玩 不能認真顧 認真顧牠養不好 對 這也太特別了吧 又不怕停電 對不對 對啊 這個晚上停電 沒有打水車也沒關係 也沒關係 反正才一個晚上 隔天早上太陽 它多久沒有打水車就不行了 這個你一年沒打水車也沒關係 一年 所以你那個水車的先生沒有在用了對不對 水車是有時候我們會施肥啊什麼的啊 還要施肥 要啊 這樣牠 你比較施了 才會有棗色啊 才會有水色 主要是施肥是為了養棗 不是養蝦 對啊 對啊 超不負責任啊 也不是說不負責任 它就是一種吸鼻笑人的養法 但是欸 我跟你講不會養的還是把它養到死啊 我絕對相信這件事情 雖然牠講得很輕鬆 但牠不會養還是會養牠死 你有養過死掉的嗎 有啊 以前就是太認真養的時候 我每天都餵飼料 想說看牠吃不飽 結果牠就死掉了 我們一直沒辦法幫牠講話 對 沒有辦法做到牠那種努力的形象 人家一直很努力好不好 現在人家抓去那邊抓耶 你那抓魚 那個蝦子又不是說直接撈起來就有 或是自己跳起來捅著自己爬上 沒有啊 人家是很輕鬆下去耶 也是滿辛苦的 本來就有辛苦的 我已經盡力了啦 其實老闆能笑看一切 一定是經過很多挫敗經驗後才能如此 不過聊老半天 也該是時候來吃一下小龍蝦的滋味啦 好 今天要做的第一道是 這個是鹽菊蝦的豬子在裡面 那我們要先炒鹽嘛 對 要先炒鹽 來 鹽炒熱的話 蝦子在吃的時候比較不會太薄 我來幫妳炒 好 對 妳有很長過嗎 鹽菊這樣 還可以嗎 還可以 還可以就是 還好 我已經吃膩了 吃膩了 你們這個養多久 我們養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對 它炒鹽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再加入我們的蝦 對 對 這樣就好了 差不多了 沒有沒有 還要再炒 這樣炒出香味的 哦 對 然後我們把一點鹽倒出來 等一下我們去 要把它蓋起來嘛 對不對 對 出品吧 對不對 對 我們再把蝦子 好 這個蝦都 這麼熱沒什麼反抗的 有有有有 真的反抗 它已經要很明顯了 妳這蝦子有做什麼 冰塊冰起來了 對 先冰鎮讓它溫暖 然後 我們再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燒 大概十分鐘左右 這樣就好了 十分鐘左右 好 那要做第二道是不是 對 第二道是做我們的蒜頭香 蒜頭 對 蒜頭香 然後一般我們都會 加我們的蔥薑 一千道香 為什麼騙你再炒 我來看妳看這樣 對 這都沒一次 它都炒出香味以後 我們就把我們的小龍蝦 倒進去 然後倒進去的時候 要趕快把鍋蓋蓋起來 把鍋蓋掉起來 吸水 妳要倒快一點 讓它悶一下 讓它悶一下 這個如果我們有在家裡 就一定不知道要蓋上 蓋不蓋的 應該 看你們看進去吃 連買都不會買回家 會處理啊 它沒有掉頭 所以我們可以開蓋 讓它 亂炒一下 所以它沒有掉頭嗎 大火炒出來的蝦殼 會比較紅 對 其實生命力還滿強的 對 所以我們來這裡的話 我們碰到都是新鮮的 漂亮的 這個是我們的蒜蓉醬 蒜蓉醬 蒜蓉醬 稍微翻炒一下 我再可以加我們的 看要加酒或者是清水 啤酒或者是清水 我怎麼喝這麼好喔 要幾瓶 一瓶多一點 一瓶多一點的 這樣差不多 喝啤酒等帶蝦子 人生不會就是這樣 對不對 好享受 對啊 剛才燜煮15分鐘 醬油會比較入味 15分鐘喔 好 就等那個15分鐘 現在收拾收得差不多了對不對 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把我們新鮮的蒜蓉放下去 再多一個生蒜蓉 對 再拌炒一下這樣子 蒜蓉 那個也好了嗎 這個也好了 我們延期下一道 我們就直接動手吃 好 來 吃蝦子 嗯 幫我 有沒有 剛好啦 熟的這樣這樣好啊 剛好 這個就很酷 可是它殼還是比一般蝦子硬很多 對 它是龍蝦 脆啊 鹽脆的好吃 因為鹽會讓蝦會卸水 所以它的肉更紮實更彈 甜味更好 它的膏也更棒 它很紮實耶 它咬起來是QQ的耶 對啊 很有彈性 鹽脆我覺得 對蝦這種東西就適合你 甲殼類的鹽脆 其實都很好吃 又可以吃到蝦子本身的味道 然後帶一點鹹 好 可以來 吃啤酒比較好 好 對 這個就很香了 你看 好滿喔 啤酒不錯 喝那個啤酒的麥香跟花香 這啤酒這樣煮很好吃耶 有點爽 它的肉質 起碼不是打開來就肉一點點 它肉質很飽滿 滿的 很過癮很舒服 然後 我們每次入完飲之後咧 結束的時候 就算喊咖啥的時候 然後結束的時候 它們就會很公平 沒錯 大家就會吃 所以今天 稍微有點不一樣 好不好 你們一樣可以來吃 但是要來吃 我先喊咖啥 哈哈哈哈 先搶心 這個小龍蝦來煮麻辣小龍蝦 麻辣小龍蝦 要先油炸 要先過油 蝦子的部分喔 你如果沒有高溫去炸它 它的肉會軟它 不夠脆口 所以你一定要高溫下去炸 這是最重要的一方 要炸到全熟嗎 基本上在這邊 我會建議炸到全熟 因為這個本身 它有一點帶點的味道 那待會兒我們的醬會調得比較重 所以吃的時候 你可以用那個肉去沾蘸 對 但你如果沒有炸到全熟的話 對 它這個糊糊就不好吃了 這樣就可以吃了 好好吃耶 好脆喔 而且它裡面的水還很多耶 跟水煮的不一樣耶 它這個比較彈 比較脆 這很適合這樣一隻吃一隻吃 什麼叫什麼 很適合這樣一隻一隻吃 就是不用帶料理 直接吃 好 這邊一定要油溫上來 因為你在炸這個蝦子 有一個重點 第一 它油力要不高 油如果不高 但你可以等它油溫上來 但它在油溫上來的過程當中 它的蝦子裡面的水分 就會炸到油裡面去 然後它就 就會乾乾的 沒有水分 肉就會縮 這樣縮太多 好 那現在這個裡面 都已經炸完了對不對 有蝦子 這個時候 因為裡面現在已經充滿蝦的味道 所以現在把薑的味道放進去 你一定要把油弄得很香 如果油不香 這道菜就不好吃了 有沒有 現在薑的味道出來了 對耶 對不對 可是你看它現在還早 好像沒有很黃啊 對 所以它現在開始在釋放它的薑的味道 那一旦薑的味道釋放進來之後 這個頂就是一個很棒的薑 這樣 好 那接下來 花椒 花椒裡放進去 這是辣椒 這是乾辣椒泡水嗎 你沒有泡水 它油溫這麼高 一下就澆掉了 等一下 還沒 要分兩三次一下 然後現在順序就可以 把這些放進來 紅棗 辣椒 有茴香啦 辣椒啦 桂皮啊 這些都要進來 那你分批放進去辣椒 它待會兒呈現出來 好比說 我先放進去的辣椒 它有比較嚼響 對 中間放進去的 它辣椒會稍微沉一點 然後最後放進去 味道會比較新鮮一點 所以它會一樣是油 但它會呈現不同的辣椒的香氣 就像蛋一樣 有的全熟嘛 有的半熟 所以呈現出來都不一樣 只是蛋是口感 但它這是味道 真的耶 對啊 因為剛剛放去香料進去 香料出進去就差很多了 對啊 好 蒜頭 蒜頭如果是洗的蒜頭 嗯 你可能晚一點放 或是整顆的水 這個時候也要把蒜頭的 煸到油裡面去 它以後就有蒜香 蒜香 豆瓣醬進來 開始炒的時候 它就會變黃 因為本身辣椒紅是有辣椒素的 嗯 而且它有那個 類似像茄紅素 豆瓣醬本身也是辣椒素的 你能不能那個 黃豆 發酵 然後它就開始會變黃色 好 我們現在把 蝦子稍微過一下油 因為不然 怕那個 怕它們會倒 一般是直接放進去 但我們不會太行 剛剛有的全熟透 有的紅 覺得怕沒有那麼厚 然後再來沖進去 哇 越大越香 對啊 蝦子再下去一次又更香 對 一般的油脖辣子都可以 嗯 香氣會變成 花椒油 鮮香塞成 油也要有香 已經還是有聲音了 對 好 最後 毛豆 這毛豆熟了 這樣好看 炸一下 大菜 小龍蝦太多 你現在給的就是 小龍蝦太多 我只不說這樣 超大盤的 最後 香菜 再撒一點 不要比較好 好 這大概就是完成了 豪邁 喔 算是這樣 在清湯出來外景煮久了 看你不會厚 啊 這邊算是早餐的地方 嗯 喔 這是我們這間飯店 是 而且蠻特別 我吃了一些 你們在屏東這邊去買 什麼肉圓啊 對 屏東肉圓 反而不是自己的廚房做 我是在外面買 來這邊讓人家感受一下 屏東那邊的味道 對 對 沒有錯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棒的 很特別啊 懶人吃法 你就等於是我今天來這邊 我先給你 我們這邊推薦的屏東門 對 對 就是一些我們屏東 在地的一些文化跟美食 你才不用去排頓 不用排 反正就好了 對 在屏東夜市旁邊 沒錯 因為剛好你們在屏東夜市 對 對 對不對 嗯 來 這是我今天做的 感覺很香 香香的 你剛剛是不是一進來 就聞到那個味道 對 它的這個味道 非常非常的香 而且這在屏東這裡 比較難能夠可以吃到 但是我們這個是在屏東這邊 去跟它來的 嗯 嗯 蠻香的 好香喔 它的這個比較不會辣 但是它的味道是香的 對 它那個油少許 我沒有弄到很辣 但是它的油是香的 因為可以扒下來之後的 蝦肉再蘸一次 對 對 對 我覺得小龍蝦 很不錯喔 超香的 它那個油啊 雖然它是油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跟那個龍蝦搭起來 它就變成一個sauce了 它其實就是 它就變成那個油膩感 它其實就是sauce 但你也沒有全部都吃到那麼多油 它只是沾著一點 可是油 油香雖然炸過這個蝦 這個蝦也不會感覺到它很油 因為蝦有殼保護啊 然後就抓起來 你就把它 蠻特別的味道 然後它香 但是它不至於到讓你覺得說辣 不足取啊 對 它是比較溫和溫和的感覺 而且也不會蓋過那個龍蝦 本來那個甜味 它停不下來的 所以這邊一般來這邊住的都是外地客 我們這邊接著國旅的客人都比較多嘛 嗯 所以都是一些可能像中北部啊 他們 他們來這邊屏東遊玩的客人還蠻多的 嗯 而且你這裡超方便 旁邊就是火車站 對啊 旁邊就有火車站 走路五分鐘就可以到我們的飯店了 而且隔壁就是夜市 對 我覺得這次來屏東對我來說比較特別 因為以前屏東我們吃過往肯丁桶 對不對 然後來屏東是這次 我們今天這幾天 住在這附近 你知道這附近有一間印度咖哩很好吃 對對對 印度咖哩 我們也去吃那個印度咖哩 好好吃 然後這附近還有賣那個北平菜 所以這次在屏東給我的感覺 跟我們之前所見到的屏東不太一樣 而且它附近像我們 我們也接觸到一些很特別的 比如說有人在種薑毛啦 種什麼東西 我覺得屏東現在真的非常多元 每次只要你達到屏東 真的不要一直坐好肯丁桶 真的 屏東其實現在真的很不錯 而且它的整個 觀光啊 觀光啊 建設 政府推動的一些 運動在地的文化的一些 有短時間我們還會再來 沒錯 下一次榮山我們就煮辣一點 哈哈哈哈 大家 一下 我有點夢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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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